县长林明珍在县务会议上表示 将召开多场次的青年座谈会 邀及返乡青年面对面沟通 说出创业需求和困难 再由县政府出面协助解决困难 期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来服务 减缓人口老化以及出生率减少的问题 为了鼓励青年返乡 确实了解年轻人所面对的问题 林县长在县务会议中 折承社劳处邀请县内年轻人举办座谈会 透过面对面的对谈 了解青年返乡后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林县长表示 县府目前除了陆续开办职业训练课程 就业博览会 媒合工作机会 开发各种小型产业园区 增加就业机会 并将建建优质的青年住宅 加上各种托英 育儿的社会福利服务方案 就是希望能够营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让年轻人愿意回乡 落地顺根 现在我们都非常重视年轻人的就业工作 我们中央政府也一直鼓励 这个年轻人的回乡乌龙 我想这个回乡乌龙 现在只是一个口号 我们要落实来推动 所以我们现在是想 我们要跟县政客的集办 集办跟这个年轻人来面对面的来作谈 看我们这些年轻人回到我们家乡来 你们有什么需求 现政府需要给我们协助哪方面的工作 大家来共同 建立一个管道 我们年轻人要回乡来务楼 他需要哪些条件 他需要哪些东西 政府能够协助的 我们要进前来务 这样才能够解决实际 鼓励年轻人回乡 务楼的一个工作 他们才会有意愿 那么现在都只是在谈中央政府 都是在谈鼓励年轻人回乡 但是就没有一个这么一个 绝对的政策来推动 所以我想县政法要站在第一线 来协调十三乡村的农会 还有我们需要哪些单位来帮忙的 我们就会尽力跟这些年轻人来对谈 来面对面的对谈 了解他们实际的需求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来推动 让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工作 让他们也能够回到我们南投县 推动我们容易的发展 各方面都可以有所帮助 像一些需要 像我们年轻人他的创意很多 他从各方面的产业去开创他们的未来的一个工作 所以这方面我们都听听他们的意见 那么县政委 我也要熟悉照顾我们对年轻人回到南投县来 所以我们也要县政委在积极规划 来兴建这个青年住宅 让这些年轻人结婚之后有一个家 让他们来住 尤其现在的房子 动不动就一两千万 这些年轻人是买不起的 他们只是能够住房子 所以我们为了实际解决他们的问题 所以我们积极地 再来兴建一些比较廉价的房屋 让这些年轻人能够积极在南投县 让他们能够在南投县生根发展 而针对青年农民需求 县府也透过农会力量开办农民课程 协助返乡务农青年 学习农务并拿到农民身份 未来他希望能够由县府担任土地媒合平台 透过统计调查与登陆 公开选择农地资讯 让有意从事农业的年轻人 可以透过平台租地耕作 而对于创业初期 低利贷款或租金利息补贴等等 县府也愿意演绎优惠方案 多方管道辅导协助青年 顺利在地就业或创业